我受不了了我把这个呃样式给加一下吧 这个实在是太丑陋了对吧 在所有作用的所有元素上这个background全部去掉试一下 好的他现在没有任何background然后我们把这个form给他 说所有的form怎样 display as block是吧 然后form下的form下的这个叫什么呢 label是吧或者直接label吧 所有的label他display也是block是吧也是block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是吧 form都好这个 然后我刷新一下好歹这样他就变成两行了是吧 还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input error sub input error sub 我们把这个让他里头的color怎样变成一个红色是吧 试一下刷新 哎他现在变成红色了 然后他没有给card的一个比较好的card 一个样式呢是吧 card我们说display as block 我们在这里指定吧 要不就直接刷新 然后我们在这里去指定它 City非常大 大的有点吓人了感觉到 好的这是一个card display block 然后border radius给一个四个小数的border radius 然后他的一个background background 给一个白色吧 白色吧 然后他的box shadow什么呢 RGB 0 0 0.1吧 啊 对前头应该先给一个位移是吧 这些东西得给0吧 然后是一像素吧 是两像素吧 一像素吧 好的 我们把这个烤一下直接放到我们这个文件里头啊 把它固定下来 我们刷新 再看一下 这个就能稍微好一点 那我们把这个body 是吧 body 他的一个background background是吧 1 刷新 好的 那这样的话能感觉稍微好一点 card 那默认有没有padding 默认有吧 给几个padding 让他默认有 padding 那上padding是 给几个像素呢 4个吧 左右像素呢 给6个吧 试一下 不一定好 上像素有10个吧 左右6个 试一下 10像素 padding 10像素 6像素 嗯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head上头有这个margin 这个head有margin 那我们呢 暂时把这个head里头的margin它移出来 是吧 margin top吧 就等于0吧 好的 那这样能稍微强一点 啊 我们说 所有的input input 他默认怎样呢 默认宽度是100% width 就等于100 好的 默认宽度是100%了 然后 border radius border radius 是 4像素是吧 4像素会不会太多 嗯 有点多是吧 那就 3像素吧 3像素之后 我们说border 怎样呢 1像素solid solid 然后rgb 0 0 是吧 0.1 是吧 小心 好的 那这个就看起来舒服很多了 对吧 嗯 嗯 我们说piden 给个 5像素吧 试一下 好 这样就好很多 input 如果display sblock 会怎样 会怎样 是吧 嗯 我们说所有的元素呢 所有的元素 都让他以什么方式 box sizing border box 都让他以border box 好 这样就看起来好很多 注册 然后它的label 上头我们说过这个label 是吧 label 你在这里再指定一次 让它的这个上下margin margin top 和margin bottom 左右margin为0吧 margin 上下margin为 四像素 左右margin为0 好 这样就看起来舒服一点 嗯 我们说 这个div 应该叫input set 是吧 input group input group 是吧 input group 我们把input group 一样实验给它 写一下 就是margin bottom 给个四像素 刷新 input group 那只有上到这个有这个类 底下这个也应该有 是吧 class就等于input group 刷新 好的 这样就看起来舒服一点 好的 我们最后再指定一下 那现在它这个整个注册的这个card 它用的宽度是我们指定的那个container的宽度 是吧1080还是600 应该是600 那我们在注册页和登录页 这种表单页 我们不需要让它去有这么大宽度 是吧 用不着 那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container这个底下给它覆盖一下 是吧 如果container它是什么 它在哪一页 它在signup这一页 或者 它在login 我们之后还会做哪些页呢 还会做这个reset password 是吧 或者是找回密码这些 那还有一页 reset password 如果在这些页呢 它的宽度呢 就是 400吧 400小速 试一下 诶我看一下 它为什么没有变化 它没有变化很可能是因为 它完全没有这个类是吧 没有这个类 我们需要在这个html里头 它这个模板里头把它类加上 在这里 这里 我们说这里有 这个不是home了是吧 这个是注册 注册就是signup这个地方 不对 signup 好 这样的话 就感觉舒服一点 那这个h1的字体实在是太大了 我把这个h1的字体给它改小一点 form size 给18怎么样 18其实比较小了 比较小 好注册 我们看有没有navbar呢 navbar navbar background 这个什么呢 把上头这个 要给它 彻底改了吧 A10 刷新 然后它的color color等于什么呢 白色吧 这些还是比较粗糙的 这个页面大家看得出来是比较粗糙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一点也去改进它 那这个a呢 它的一个color 也要等于fff 其实不应该啊 不应该如果彻底等于fff 实在是太次养了 其实应该是一种 非常接近白色的一个 淡粉色是吧 我们再把a这里再定义一下 说是tats decoration none 是吧 什么都不要 它就没有这个下滑线了 是吧 你再来看一下 这个class是page 是吧 page 那我们给这个所有的page底下 再加一个margin 是吧 加一个margin的话 它就不会说贴的这么近了 对吧 好 我们给一个margin吧 page 这个不够灵活吧 如果说有的页面 我们就是不需要margin 那还不好改 那我们可以给它分别制定 虽然麻烦一点 但是灵活是吧 我们说margin top margin top等于15像素 试一下刷新 这样的话就看起来舒服很多啊 用户名 那我们发现这个 你把这个一focus 它就会出现一个蓝边 对吧 出现蓝边这个我们不想要 这个蓝边的话 我们就说outline 有一个outline 把这个属性也打outline 那什么都不要刷新 这样就没有了 这样就没有了 舒服一点 还有一个input error set 我们说margin top margin top是 直接给margin margin top是四像素 左右呢为0就行了 这样看起来就透气一点 还有一个input group margin bottom是四像素 我觉得少了 应该给个10像素 给它区分的稍微大一点 这样也行 还有我们这个button 这个按钮非常错是吧 那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button也要改一下 嗯 我们现在没有定义过button是吧 那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下button 所有的button 它默认的样式是怎样的呢 它默认的样式应该是border 没有border是吧 或者说border 我们给它重写一个 一像素solid solid rgba 然后0是吧 还是用的是那几个非常常用的属性 0.1是吧 然后他borderradius borderradius 它等于多少呢 哎 等于三像素 我们之前的那个input用的是三像素是吧 那我们这里用三像素 三像素 然后它的background toler 它默认的有background color 可以给它一个稍微灰一点的 是吧 灰一点的 试一下 注册啊 这个不能给灰一点的吧 就给白色吧 然后它的pattern 那这个pattern呢 和我们上头这个input的pattern 应该一样是吧 那我们把它指定到一块 说是input 和它的pattern 都应该是怎样的 都应该是pattern 无像素是吧 那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统一了啊 非常统一 太大了 对吧 好的密码呢 也是B填项 我们把这些错误信息的 全都给它添加上 没错 有点 都应该是 尽管的 尽管的 这个就是 因为 我们在继续的 这种 我们的 我们在继续的 评管是 评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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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